我今天也可以公佈 特別是針對中醫藥在抗疫方面的應用 我們已經向中央提出了 希望能夠委派另一隊內地專家 來支援香港的抗疫工作 而這隊專家應該全部都是中醫專家 我們也同意在內地專家跟我們說 參考內地用中醫藥抗疫 是適用於香港的 所以我深信有了另一支 內地支援香港抗疫的中醫專家組 對我們的工作有極大的幫助 食物及衛生局 我們也較早前剛剛宣佈了 透過中醫藥發展基金 推出了一項特別的支援計劃 去資助中醫師在家居隔離的患者 為他們提供一個免費的中醫遙距診服務 這個服務其實除了諮詢之外 其實是有診證的 也有送藥的 計劃是首階段有二萬名患者可以受惠 我也向主辦單位了解過 市民參加都是很踴躍的 他們現在都是一路… 在夭壽的中醫生裡面